現在中美貿易有協議了 對前景有甚麼看法 有兩個看法 在市場上 雙方面都覺得好像暫時 沿中了氣氛 那些股市經濟好像反膽 人民幣又升了 這個是好的看法 但很多世間又有些不同看法 就說中國被派低了 就要被美國綁著來打 有一種負面的看法 負面的看法也有多有 因為如果中國政府 你不是要真實去執行那些協議的條件 到時又搞不正常的手段去玩 遲早就更加危險 因為你簽了 簽了之後你又不跟他搞了 他再一散檔 翻臉 後果比現在更加嚴重 理由為甚麼呢 在中國習慣了那些中國人 或者歷朝歷代那些政府皇帝 都是人治社會 對那個合約精神 他表現很聰明 有著數那一局 他跟你講合約精神 沒有著數那一局 他就破壞那個合約精神 習慣了 所以我們世俗人就走遮面了 輸打贏要 撒壞了 中了招 簽了 不妥 其實你的技術不給人玩 慢慢吃虧 你就發爛了 輸不起的 他不跟西方世界說 如果我簽了 我簽了之後 我發覺是吃虧的 但我已經簽了 我就當我的視野規 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他就聰明些了 因為人類都在那個 失敗中成長 但我們中國沒有這個原因 要輸不起 我個人認為如果他既然間 真的實實正正簽了 又肯去執行的話 你會辛苦為中國 因為你由一個人質的經濟運作 變成要公開透明度高 跟著那個國際標準的制度運作 你是會不適應的 初期你會合適 但我知道一件實例 是我一個學生的性格 在十幾年前 接了美國單位組 接了一張單位組 原來美國就是 有人監控你整個製造的過程 是很嚴格的 我整個流程 你應該做到 竟然是很嚴重 做完和果的 是一單就 有人先吃一點點 但你不做 你沒有單 那就要繼續再接 接著第二次呢 就不止是無果的 賺一點點 因為他熟手了 知道怎樣做才是正確的 那就變成第二次單 賺一點點 不如是者做了下去 到他早幾年來 兩年前就等我了 他說他現在去得很開心 因為習慣了他用運作模式 全部拿正來做 變成他接到歐洲的單 歐洲很嚴格的 變成這次的衝擊 他加班上加成很多工廠 接不到單 他反而來接到單 因為他習慣了一個很正統的運作 那個quality 已經符合了人家的規矩了 所以他很開心 我相信如果中國政府 他們的人不是那麼急功禁利 利用這樣的協議 第一階段完成了 你又可以慢慢遵守 所有的遊戲規則 因為你要面向國際 你不是說去做老千 做保養黨的手法 這個是落後的 那天如果你駕駛來做 你令到整個國家 所有的製造商 老闆的人的觀念 變成了真的學鄧小平的理論 實事求少 是認真去做好自己的產品 你看日本就是這樣 日本 第四次大戰 和美國是世仇 但是別人是海洋空襟 他合作到自己 日本 剛剛 越南今天也是 你的仇恨 哪會及得美國和越南呢 到現在別人越南 又要借美國力量 打開 因為我政治沒有對錯 和很多歷史的痕跡 我是非對錯 說不到的 每一個政治的戰爭 都有很多懷疑 很多你想不到的問題引起 既然過去都過去了 那要進步的人 一定是知道怎樣輸 為什麽事輸 我這個不是當輸 我輸之中來說 我都有藝術去輸 好像英國人交回香港給香港 他就當輸給他 他不是 英國人說 我將手合約精神 待會後期我交給你 但我要光明撤退 是有光彩離開的 現在中國政府 你要改那種心態 就不要當保養黨 古靈徵拜下面都做了 你老實實很簡單 如果你做生意 你不真實 做不到下去 你合作 你不真實 做不到下去 這個不是誠信 就算做壞事都是真實 當然現在香港 今天看報紙 那輛水炮車 扣那些藍色水 有毒素的 那你就慘了 人家實現到的 你不能搏 你不能搏 你現在中國 和香港這幫殘神 低降 連做壞事都不懂 連做壞事做了壞個人 那就是混蛋 現在就是 你的區議會選舉 全軍縱密 就是各個香港市民 睡醒了 原來這幫人在騙我們的 被蛇齋頸中 點我的 原來做壞事的 你肯死的 所以怎樣當年鄧小平臨死 交第兩個說話 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物 看到整個國家的文化 就是不真實 做生意 去求神 民督 找個風水佬看 令風車想發達 如果只是令風車 可以自民發達的 不肯上班 對不對 還需要學習的 不用讀書 就是 例如說令風車好過 又說黃大千 求其簽好過 就說我們國家的歷史 就被這些虛構文化 這些逆經 風水 古靈精怪害死的 現在共產黨玩這套 香港也玩這套 連兩班車公廟求簽 這就是正混蛋 人都不信自己都不信 那這個社會是實死的 所以現在它這個業界 如果它那個習近平 他真的有頭腦的領導人物 他應該是接受的 表面有可能現在是吃虧好像 或者是被人禁住來 勉強這裡簽 因此經濟有問題 不簽就更加大問題 馬上爆破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想 人家給了機會你 糾正你自己行為的個實 遵守世界的國際標準 合入精神一座 台灣啊 即台直見啊 隨便老老實實 幫他做二手的 都成功了 台直見剛剛 什麼古靈精怪 古靈精怪 這些人正非這些人要拿去打吧 你以為你靠吹水就行嗎 吹不到的 真材實料的 怎麼吹呢 所以我們這個是大好事來的 中央政府能夠利用這個事件 將全部的思維糾正 將那個人治的世界 但是呢 在經濟上先 全部用去制度的管理 有一個不是跟你講政治 我說你在商場上 經濟上 你用制度管理 你制度管理呢 你才能夠做到 有幾千家麥當勞在世界 才能夠做到 有幾千家家鄉雞的嘛 你沒有制度管理 靠人管理 那就糟糕了 我們中國最需要的人 是跟美國好些合作 學習他們的管理文化 因為美國呢 有三條支持 是洪霸世界的 它靠什麼管治洪霸世界 就有三種學問 第一種 管理學問 第二種 宣傳學問 第三種分析的能力 為什麼人家做生意要找個市場的顧問 去調查 好不好做呢 中國人不捨得花那筆錢的 他請我把劇情狂收頓 喂 我現在想做什麼生意 給其他人賺那筆錢 對不對 但是中國沒有的 不捨得花那筆錢 自己幾個傢伙坐在那裡 不捨得花那筆錢 但是美國不是這樣 他每一件事 他的分析力很強 而且他的管理文化也很強 你一直處理 這麼大的運作 他每天都是自動運作 麥當勞 那些 是不是 他贏就贏你的管理文化 很貴的 讀那些學問 在克服那些 我記得80年代 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香港班的大班 華人大班 姓劉的 那時候都50萬 一個月 80年 保送的克服讀 這些 第三就是 那個宣傳手法 美國不會說 我自己偉大 光明清闊 我的東西漂亮 你來買 沒有的 他就令到你那些人感覺 我是美國人 我就是 事不宜有偉大的 這種就是推銷手法 他只是做個漢堡包 他沒有叫你買的 那就是推銷手法 對不對 他是一個很現存的 很成熟的 他三個學問 是紅白世代 希望我們 中間政府 頭腦清醒些 醒小小 特別是習近平 找多些好的人才 做軍師 因為身邊沒有人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悲哀 沒有人才 真的沒有人才 我們看到的 好 好 第二次就要講一講 OK